這個事情 這個是UNAS 這是愛真錢 因為愛錢 工作 工作 他也是有愛 有理性也有感受 有愛 但是又不能沒有吃 他的在 他背色藥 你是赤茂 對 今天周開設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UNAS 我是徐薇 陳佑 徐琳 幫我助理江湖上來的感覺 也是有趣的 來 你講來 老妖精 他瘋 就是 人就是群虛動物 然後本來就是互相取暖 那是感覺是最好的 就跟我們 也不是沮喪 就是我們一起會就是 就算我們什麼話都不講 就是很快那個溫度就會升起來 其實我覺得 就跟當初我們 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集氣 然後再一起上台 就是不能少 所以你會遺憾 真的少你的溫度嗎 我覺得 你已經調適這件事情了 我覺得 這些事情都 順其自然 應該這樣講 就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本來就是 冥冥之中會有安排 對 你們可以控制 我覺得我們就是 努力把我們自己想要呈現的音樂作品 傳達給觀眾 其實這樣就OK了 我們現在四個人在創作這方面 其實這個是可以很有自信的說是 非常的與眾不同 然後跟其他團體拿出來比較的話 就是這個是我們的特點 那我也很珍惜 我們四個有機會這樣子 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站在大家面前 這是我很驕傲的一件事 我在團裡是什麼角色 主要角色 媽媽嗎 對他很細心啦 然後又很體貼 如果你們沒有經紀人 他就是經紀人 因為我反而為 你比較是新的那個人 也沒錯 應該說我在 你幫我講 好 你幫我講 做音樂 其實技術的時候 他很Man 他很那個 就是主見 對 為什麼不能這樣 除了那個以外 都可以 你這個比較好 換一個 就是照顧 照顧我們 對 就是有這個差別 但是在技術層面 或是 對作品方面的 質感品質 他會很掉 然後 他也不會管 什麼什麼 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要就是要 對 就他可以直接這樣子 切換 切換他的那個 切換他的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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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保持那個 比較冷血 冷血的感覺 太理性 對 真的 對啊 就是因為我要維持 一個情緒的話 在你們那時候比賽中 沒有哭 有啊 冠軍那時候 從節目開始 哭了兩次 兩次都是因為 講到家人 對 而且講到家人 還算了 我還可以忍 但看到旭薇也哭了 旭薇他這麼Man的人 他都哭了 那我也不要演 哈哈哈哈 我們專輯概念有一個點 就是我們是 我們的年齡都很近 對 有用Z世代來 哥哥 形容我們 就是活在網路比較多 然後 很多比較啊 然後 什麼東西 資訊都來得太快 太豐富 所以 我們承受 其實相對比 上一個年代的 在這部分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很直接的 把一些 感官 反射在這些歌詞裡面 所以有時候相對會覺得說 欸很白話 或是說 呃 不太藝術 但對我們來說 我們 專輯的概念 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 就是要這樣子出來 我 最喜歡 霸王別輯啊 就是他的歌詞 其實就是敘述 我們這一段時間的經歷 那首歌 對我來說 最特別的就是 那個時候 我們在HEDO的時候 演出過嘛 有一些留言 評論 就是會說 這首歌 這麼沒有霸王別姬的感覺 之類的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 針對這些評論去 思考要怎麼樣 讓自己的作品 去變得更好 所以 我們真的專輯版的時候 又給他做了 重新的編曲 然後包括前半段也是 很認真的去思考 這首歌 為什麼要用這些聲音 可能有一些槍聲 有時鐘的聲音 不是單純的 因為他好聽 所以這樣做 嗯 然後到了 嗯 呃 霸王別姬的後半段 呃 那個副歌進來的時候 就是真的 欸我們 對 又秋起來 那個霸氣又回來了